人身上最值钱的财富是你拥有的智慧,而不是你拥有的人间的名利富贵。 知足是菩萨赐给我们的财富,贪酌是人为的贫穷。 徐佛人要远离恶行、恶事、恶习惯,起初我们养成的坏习惯,到后来我们就会被恶习惯所控制,所以一定不能有恶习和恶习惯。 在中国昏秋时期,有一个人因为邻居非常的凶悍,他想卖掉自己的房子,以其躲开他。 有人说,你的邻居马上就要报应了,因为他恶贯满盈了,你再熬一下搬家吧。 这个人,他说,我害怕他,我怕他,拿我来满他的这个营,他很快就搬走了,结果其他的邻居都受到了他的害。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,凡是有危险的人和事物,我们绝不能靠近他。 请大家学博人记住,凡是对自己有害的,贪充斥慢疑,对自己认为不如理不如法,对自己认为用私心换来的,不管是什么样的欲望,我们要远离他,抛弃他。 要留下来,我觉得这里是纨更好的。 我的表情就 có观看,对自己认为不是很好的? 谢谢。